观音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法国国家统计与金钱研究院 今日发布了2023年第四季度的失业率数据 显示失业率为7.5% 与前一季度相比持平 值得注意的是 此失业率与前一季度相比持平 但与2023年底公布的数字相比略有上升 2023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为7.1% 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具体数据显示 2023年第四季度 男性失业率略高于女性 也就是7.6%对7.4% 此外 青年失业率远高于老年人 15到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达到了17.5% 而50岁及以上的失业率仅为5%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个年龄段的失业率有所下降 而25到49岁年龄段的失业率 则从上一季度的6.8%上升至7% 青年失业率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 预计2024年全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60亿人次 而全年跨境旅游总人数可能会超过2.6亿人次 该报告包括对2023年中国旅游业表现的回顾 和对2024年的预测 突出强调了去年旅游业的显著复苏 报告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和游客人数同比增长均超过100% 反弹至2019年的80%以上 成绩斐然 2023年出入境游客数量也激增 突破1.9亿人次 同比增长超过280% 该研究院的研究团队表示 2023年全年 中国人的旅游需求保持高位 游客满意度较高 在中国庆祝春节之际 各式各样的灯光秀 点亮了中国全国各地的节日气氛 壮观的场面令当地人和游客陶醉 上周六 在中国中部湖北省丹江口市 由20艘退役渔船组成的两条金龙沿着汉江巡游 这些渔船上点缀着鲜艳的彩灯 在江面上滑行时展现出龙的雄姿 同一天 另一条长达800米的金龙 在中国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杨硕县亮相 这条巨龙由90艘竹筑组成 在烟花照亮天空的同时 优雅地游异在河面上 这一壮观场面吸引了2万多名游客 他们热切地拥抱着春节的欢乐气氛 许多游客 包括中国历史幻想剧迷 都涌向浙江东部的恒电世界影城 观看庆祝春节的特别花灯秀 花灯表演 由写有古诗的花灯和龙形巨灯组成 展现了仙霞剧中的场景 在浙江省同乡市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铸铁花在周六上演 融化的金属飞溅出闪闪发光的条纹 宛如夜空中的焰火 山东省东部的信福山风景区 被五彩缤纷的彩灯装点一新 舞龙表演和花灯秀等民俗活动 让当地居民和游客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春节期间 中国各地的特色美食琳琅满目 不仅味道鲜美还蕴含着和家团圆的寓意 翠果又称昆明火锅 是中国西南部云南省除夕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 它的制作需要全家人从早到晚的共同努力 这道菜由肉菜蛋饺等近十种美食组成 再加上圆圆的锅形象征着团圆和睦吉祥 汤圆是南方许多城市过年必吃的传统美食 对于浙江省东部渝瑶市的居民来说 汤圆体现了童年的味道 香愁和过年的气氛 包面是中国西南部重庆市云阳县的一道独特美食 类似于云吞 不仅以其实惠的价格和令人愉悦的味道 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喜爱 还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对于家乡的怀念 在当地的一家包面餐馆 渴望品尝精美包面的顾客 似乎从未减少过 餐馆内的空气总是弥漫着诱人的辣油和芝麻香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军队在前线使用 由星链卫星提供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周一予以否认 强调星链终端在俄罗斯尚未获得认证 乌克兰军方情报部门周日表示 这些终端正在被俄罗斯第83空降旅 在顿涅茨克东部地区使用 佩斯科夫周一否认了这一指控 称星链终端在俄罗斯尚未得到认证 因此无法在这里被官方应用 实际上也没有被官方供应 这意味着它不能被正式使用 SpaceX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罗马斯克 也否认了有关他向俄罗斯 出售星链终端的报告 他周日在X上发帖称 没有星链直接或间接销售给俄罗斯 据报道 星链提供的高速互联网服务 已经被提供给乌克兰 用于在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中 操作无人机和无人船只 乌克兰副总理数字化转型部长 麦克海尔·费多罗夫周一表示 据乌克兰新闻机构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乌克兰将于2024年生产数千架 可对俄罗斯进行深度打击的远程无人机 费多罗夫表示 乌克兰约有10家公司参与生产 能够到达俄罗斯两大城市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远程攻击无人机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